也許會是比較好的點子 這一球出棒打得強勁 中外野方向的飛球落地形成安打 而且上跑者要把腿狂奔了 這一球往本壘做回傳 位置還不錯 結果 take out 遭到了觸殺出局 強闖本壘的情況下 周思琦沒有辦法回來得分 不過這個時候到底是 安全回壘 或者是遭到觸殺出局 看起來是要提出挑戰 對 這個兄弟這邊似乎有不同的看法 那裡面總是有人在監控 那可能傳回來的消息 說不定會覺得 這一個是似乎是那個 腳位有機會先到 最後維持原判 是一個精采的雷射尖 周思琦在本壘遭到take out 出棒打擊出去 在投手的這邊被攔珠抽 倒在地上 傳過來 但是是 這是一個安全回壘啊 但是呢 剛剛因為已經挑戰失敗了 所以說 忠信兄弟並沒有權在提出挑戰 不過接到球的時候 空噴雨其實重心已經這個 整個是跌倒的這樣的感覺 選擇抓本壘的時間點 看起來有可能來得及了 但是呢 在重心不穩的進攻下 投出來的球 力道是相對削減的 那也沒有辦法 很快的來到補手的手套裡面 也沒有不穩業 如果說是不是很快 那麼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